所以各位 不要再以為是素炸餅乾可以減肥 你不如去吃白飯熱量可能還比較低 而且還沒有油炸過 對 還比較健康 也沒有什麼鈉含量的問題 大家應該也知道說 其實它本來就不是吃健康的東西 是吃心靈滿足的東西 所以說要怎麼樣去選擇來 降低身體的負擔 降低鈉含量的攝取就很重要 所以今天就來幫大家整理一些細節 還有排行一下 告訴大家什麼樣的零食 我是比較推薦你吃 什麼樣的零食就要小心 盡量避免吃太多 在開始之前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目前超商買的到的產品 基本上包裝食品都一定會有營養標示 特別是一些高熱量的食物 很容易會有一些陷阱 你要買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楚 通常這邊都會有營養標示 第一個一定要看的是 它標示的是 一份的份量是代表這一包的多少 像是這一包嘛 一份的熱量是148.3大卡 但是你想 一份難道是這樣嗎 本包裝含五份 代表說你要算熱量的時候是 148.3乘上五 所以不要誤會 你一定要先看說 這一個包裝總共有幾份 臨時通常就是一些 通過熱量比較沒有什麼營養的東西 還是以熱量作為基準去選擇 接下來的介紹 你會按照 熱量高 中 低來有一個介紹 首先是熱量高於400大卡的 紅燈驅 比較偏油炸類型 分量包裝比較大的類型 第一個是 品客洋芋片 基本上洋芋片啊 都是油炸物 它總共有四份 然後一份有142大卡 整罐下來至少有568大卡 這個你一次都吃得完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像是這個 卡拉諸酒啊 勒士啊 他們這一類型的 都屬於油渣 那含量滿高的 他們至少都超過500 好克 蘇打餅乾 很多人想要健康還是減肥 都會吃蘇打餅乾耶 對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人會覺得說 吃蘇打餅乾可以減肥 它占一整條140公克 可是它那樣就已經有700多大卡 滿驚人啊 這種蘇打餅乾 它滿油的 它的油脂含量有40克 比它還多 所以各位 不要再以為是蘇打餅乾可以減肥 你不如去吃白飯 熱量可能還比它低 而且還沒有油炸過 對 還比較健康 也沒有什麼那含量的問題 那除了這個很常被拿來減肥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這個啦 真的很 很多人在吃耶 你覺得還沒健康 而且它又叫消化餅 這個很驚人耶 它一片啊 這是70大卡 一片 然後它裡面總共有幾片 我看一下 總共有17片 我的天啊 所以它加起來是有破千的 所以大家 不要再相信說 這是什麼消化餅或蘇打餅乾 等於減重這件事情了 第二類是 黃燈區熱量大約落在300-400大卡 第一個呢 澎貝的洋芋片 它這一款並沒有落在400大卡以內啦 但是我會把它放在黃燈區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比起炸的洋芋片來講 它相對比較健康 因為它是 烘烤制的 非油炸 包熱量是435大卡 跟它們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呢 它主要熱量高的原因是因為它比較重 那含量大概是300毫克左右 相對比較好的洋芋片選擇喔 蝦胃鮮 它是屬於非油炸的餅乾 是喔 可是它之前很像油炸的耶 對 所以我每次看到都很懷疑 很懷疑 如果是油炸 你去看它的總脂肪含量 至少都大概接近30克 甚至更高 像蝦胃鮮 它有剛剛這種烘焙的 它大概都是只有15克 再多一體鞋而已 那它這樣一包呢 就是394大卡 那含量至少有400毫克以上 那它一樣的問題 還是屬於就是分量比較大包的嘛 建議你啊 要吃的時候也跟它一樣 所以是吃半包 是最安全的選擇喔 獨立多汁迷你脆 它就跟其多一樣 它們都是屬於 就是比較高喝量的玉米系列產品 像它這一包 因為分量已經減少了嘛 所以它大概只有290大卡而已 直接選它的話呢 我覺得也是OK的喔 義美芝麻蛋捲 它這樣一份啊 那含量是344大卡 我覺得344大卡蠻高的耶 因為它只有四根 它的做法呢 它裡面那個麵糊 你家的油脂是非常高的 它佔一份啊 就有19克的油 所以它才會做出來 這麼酥酥脆脆又很香 讓人又愛又恨 我都不太敢買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這樣買完之後 你就會不小心把整份都吃完 OREO 它佔一份啊 大概是 接近300大卡而已 我覺得還可以 一次呢最多就吃這樣子就好了 算是還可以選擇的點心啦 再來是 是基於300大卡的 綠燈區 那是熱量比較低 或者是說它還是有一些營養素可以攝取的零食喔 乖乖 份呢 它有266大卡 因為我想說這還要不高喔 因為我想說它這種 因為我都給的滿 它的含量呢 360毫克左右而已 它這一款呢 熱量比較低啊 如果你今天想吃脆脆的餅乾的話呢 你就可以選擇它啦 日式魷魚煎餅 日式煎餅類它都是米製或是馬鈴薯澱粉製的 不會太過油膩很清爽 因為很多都是用烘烤的 那這樣只有190大卡 唯一需要特別注意就是 比較鹹一些些 它那含量有200多好克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這種東西的時候 多補充水還是有助於排出過多的納豆 除了這個日本的煎餅 我還要特別講一下 鮮貝是不是也是可以選 因為感覺都是日本的東西嘛 台灣常見一些鮮貝廠商 他們那種鮮貝啊 不是真的完全烘烤 所以你在挑的時候呢 盡量去挑選那種日本進口 因為做法跟台灣真的不太一樣 義美杏仁巧克力酥片 包大概有兩個嘛 它一個是170大卡 那我覺得是還蠻適合當點心師 除了這個以外呢 它也有出了另外一款 義美小泡芙 一整盒的泡芙 至少300多大卡 小包裝好像跟這個差不多大吧 它大概才200出頭而已 作為一個零食的熱量來講 是很OK的 總結一下吃零食重點 第一點 控制吃的量 通常會建議大家250大卡 大概300大卡之間 比較不會造成你其他餐的負擔 第二點呢 一定要查看營養標示 只要是買任何包裝食品 第一個就是要翻到它的背面 它的份量 這一包含有多少份 去看它的熱量啊 那含量 精緻糖量 這幾點是需要特別去關心的喔 再來就是選擇小包裝的 避免你買了大包裝 嘴餐 就整包吃光 本來攝取過多的熱量喔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紹 挑選零食的時候有什麼可以注意的